歡迎收看波羅說看東仔 請還沒有訂閱的觀眾朋友記得訂閱喔 我身邊這位是我的高中同學 他叫做龍貓 龍貓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龍貓 我是已經結婚八年的地方媽媽 我有一個先生 她在某電視台上班 一點都不重要 我有一個兒子還有一個女兒 都是在我喝泰醉 沒有意識的情痛這樣發生的 所以說結婚該不會也是糊裡糊塗結婚吧 就是發現我懷孕了 剛好身邊的男朋友是我老公 問他說那你有沒有要負責 他既然願意負責 趕快嫁 幫我把我嫁不出去了 喔原來是這樣 好啦今天會請到龍貓 是因為呢 我們要聊的主題呢 你是代表 那我是代表這個未婚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對於這種還沒結婚的 跟這個已經結婚了 我在想我們的看法 應該是不太一樣 晴恩節這種東西就是 一般的節日 我今年晴恩節就是 早上六點半起床 然後弄早餐給小朋友吃 弄早然後送小朋友去上課之後呢 趕快再回去菜一場買菜 嗯 菜一場買菜 然後可以備料啊 備一備整理菜之後呢 時間到嘛 趕快再去結小日下課 就完小日下課後 那時候又弄飯給小朋友吃 弄完小朋友吃呢 趕快看一下時間 啊要去按拼班補息了 趕快再把小朋友送去這樣 四點到了 啊我還可以找一個女兒 要去接女兒 趕快就去接女兒回家 兩個小孩都接到呢 回家都有開始入圖飯 煮完飯之後吃飽了 讓他們寫功課 功課寫完之後呢 洗澡 然後講醉成故事啊 老公回來了吧 男主角出現了吧 結果我老公就看到說 老公你知道嗎 今天二月十四要情人節 他就會說 我就說 喔沒有 提醒你而已 沒關係 就這樣 我二月十四情人節也是很忙 我二月十四那一天呢 一早就有個工作 我就先書畫 書畫完之後 我們就拍了一組 這個沙發的照片 拍完了沙發照片 再去這個攝影師的棚 再去拍我的另外一個照片 拍完這個照片呢 然後 咦 不成家咧 那海莉你在幹嘛 對啊 你們兩個就躺在這張沙發上面做 應該要走 哎呀我要走了啦 我真的很討厭 每次海莉都會用那種熱戀的告訴我說 說他今天跟你說董仔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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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這種結尾已經淡如水 根本就是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我 心裡都會 你這個心理狀態是 你也想要還是 我 我很想要 很旺啊 不管就是說我老公 只要是因為 OK我都沒問題 哈哈哈哈 然後在這之前我先包一個料 就是你也知道我 我的個性是 只要我交男朋友 我都會帶去給高中同學們看 對 我就把海莉帶去我的高中同學的聚會的局 龍貌是唯一一個對海莉有興趣的 她會用言語就是阿諭她的那一種 喔超多 調戲她 調戲到 從瘦調戲到肥 對 那海莉你有發現你下肥的時候 我不太調戲了 60幾公斤 調戲我到80幾公斤 那已經沒興趣了 好回到我的2014了 然後接著晚上呢 因為開始陸續就會有一些情人節的照片 對 也就是說我當天早上在那個 攝影棚拍照的時候 我就立馬請攝影師說 那幫我們拍一組情侶的照片 所以我們其實是 我覺得那個也算是 另外一種我想要製造的 浪漫給大家 因為我想像中的情人節 他就是要 有些什麼有一點作為 儀式感 儀式感 簡單來講 我就是要 放閃給大家看啦 我不放閃我就心裡不舒服 然後我就提醒海莉說 海莉 PO文 照片都拍好了 修好了 發文 我什麼都沒有 PO 我叫老孟發文 她還說不要啊 我就是沒有在用臉書 這樣子人家會笑啦 你就不覺得你的婚姻就是一個笑話 哈哈哈哈哈哈 無奈 你今年有沒有說到錢人節快樂 有 我老公在情人節快樂過的時候 還好吃巧克力 那怎麼辦 錢人節快樂 那個表情超有自信的 就 中了 中了 我送東西了 送對了 對 結果他一發在那邊我就這樣 蛤 你不喜歡嗎 沒有啊 我很謝謝你送我巧克力 但是你知道這個都是我不吃的巧克力嗎 我不知道你得送三回啦 哈哈哈哈 我現在喜歡吃的巧克力都是比較高純度的 沒關係 老貓 我跟你說 請問一下海莉 你今年送了我什麼 你就自己 你送給我好朋友什麼 一個吻 就一個kiss 還是我說 欸今天baby今天情人節 他說 喔好啊 那來親一個 這樣 但是我覺得你要開心啊 為什麼 我連我老公說親我一下 他就這樣 不要很髒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在髒什麼 啊 我結婚之後會變這樣嗎 會 不要 所以我就不要結婚 你看看 我就說不要結婚了吧 不要結婚 這 這是結婚的問題嗎 那事情是我老公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講啦 他說有時候 你在那邊講那些 怪怪的時候 他是覺得就是 他的那個說 喔 這很討厭耶 是覺得 嫉妒 哈哈哈哈 嫉妒 他們兩個在我旁邊 永遠都在放閃 哈哈哈哈 我真心的在嫉妒 他就好羨慕 可是我又不能用羨慕的 告訴他們說 其實我真的很羨慕 我是要用那種很厭慕 我說你們幹嘛啊 可是我心情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幻想嘛 假設我跟董仔結婚 那我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下 會轉變成他現在這個狀態 就是你身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沒有辦法讓你去煩惱 情趣這件事情 你可能今天卡布蘭 你想要約他做什麼事情 可是你會想說 我明天早上6點就要起床 我會不會先坐下去 哇 我騎不來 你就會覺得算了 趕快 趕快睡覺 喔 自負一日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在你人生中沒有那麼重要 我其實也想問女性觀眾朋友們 你們覺得過情人節這件事情 到底是 過節重要 還是 收禮物重要 你應該懂我那意思 有的人會覺得 你今天只要有跟我過節 我不管做什麼 我都OK 有的人是 對我過節 但你要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收到一個禮物 哇 然後Ending 那我問你 那對你心裡 你覺得怎麼樣才是過情人節 我想像中的情人節就是 我本來睡覺 然後一張開眼睛 然後海藝就這樣 明明 情人節快樂 然後醒來之後 他就說 那我今天訂好餐廳喔 然後我兩個一起睡覺 然後進去餐廳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 然後結果有紅酒的這樣 然後喝了酒之後 他就說 Baby情人節快樂 然後就有一個禮物 禮物打開就 哇 然後接著可能還有一個看電影 然後看完電影之後 然後回家就說 那我們今天去泡溫泉好不好 之類的 然後泡溫泉回家就 哇 一天就這樣子 衝衝實實的過 但我跟你說 等你到我這個年紀 結了這個婚 這個完全不會發生 你只會想說 今天2月14號情人節 啊 想要要上課了 啊 我要去菜市場了 我什麼東西還沒繳 什麼學費還沒繳 就是這樣啦 沒有這種時候啦 你不要這麼快打破 我的那個粉紅泡泡嗎 我跟你說 因為現實真的很殘酷 等你真的結了婚 有的小孩 你就會知道 哇 這真是幻想 在結婚前 我真的覺得 過節的這件事情很重要 儀式感 我覺得女生 最喜歡的應該是 儀式感 喜歡去整餐廳吃飯 加一 喝點小酒 加一 然後聊聊 聊我們彼此的近況 什麼 然後最後 最後可能送了一個什麼東西 沒有一定要 一定要很貴重的什麼 可是當我今天結了婚之後 我剛剛講的什麼 過節什麼什麼 那都是屁 對我來說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立場很明顯啦 就是當你有小孩之後 你的世界觀裡面 以小孩為出發點 今天已經不管是過什麼節了 我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覺得 儀式感 浪漫感 感受到滿足 然後要有禮物這件事情 我 海力看著他 我都還是會在 好喔 我就是這麼的膚淺 那我問好了 好 你問 樸實無華的生活 是不是才是你想要的 對你來說是不是才是一種 你覺得實際又開心的 我覺得 當然 過生活還是要實際 對 可是我覺得 你時不時 像我們已經是結了婚很久的人 你應該時不時的要製造一些 驚喜啦 小浪漫 對 補充一下大家的 我覺得 偶爾會激起我們的一些 回憶以前啊 其實我們 我們是很相愛啊 或什麼 可是不是我在製造驚喜 或是激情的時候 你不領情 對 不會 我老公比較上次不領情的 我一直在丟東西給他 他就是不領我的情 有沒有可能 他曾經做過 被你打槍 或被你撥人嘴 所以他就不敢了 他也想說 啊好 既然你不愛 我們都不愛 收拾去啊 沒有啊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我知道 星哥以後要送禮物 他乾脆直接問你 你直接問說 你需要什麼 我就會直接跟他講 我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幹嘛 這樣就好啦 好啦 不管 這個情人節 你們是愛過節 還是愛收禮物 我覺得男女交往就是這樣 首先 不要溝通 因為你沒有 你知道 談戀愛 沒有談 哪來的戀愛 對不對 你不要去猜說 欸 我女朋友喜歡什麼 有的時候 在準備要節日來的時候 就可以先旁敲側擊啊 就不會送錯東西啊 雙娜好朋友下手 凱莉 你有我的Line跟電話 如果你真的需要 送董仔什麼禮物 歡迎你打電話 或是請教我 你竟然都要送董仔 所以不是你送我 好啦 但是呢 我必須跟大家說 因為呢 我希望 就是我的這位好朋友龍貓 就是時不時的帶給大家一些 不同的這個理念跟概念 然後我覺得太多的 這種情情愛愛的事情 可以借由不同的這個角度身分 去思考 去出發 也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婚姻 可是當你聽到這邊的這個婚姻 你可以有一個參考值 讓大家聲明一下 我暫時沒有要離婚 好哥我愛你老公 對 然後我也希望我們可以多聊聊一些 粉絲的一些感情上的問題 或是已婚人士的一些 妹妹卡卡 婚姻上的問題 可以分享啦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婚姻狀況 可能不太一樣 對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濟 我是蠻希望我們這個 我想開啟一個這種 女人之間的這個聊天系列 想要請大家也可以開始有一些什麼疑難雜症的話 或者是有關這種感情的問題 可以開始留言給我們 我可以去用拍片的方式 然後來回答大家 給大家一些方向 一些參考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也謝謝龍貓來 謝謝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看你啊 哈哈哈哈 在第一集 就這樣嚇她 你們如果看你我就真心 哈哈哈哈 不會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系列的話 我們以後多拍 對 我們多拍 然後多陪大家聊聊天 這樣子 最後呢 還是希望大家也要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然後按讚 訂閱 分享 分享在你自己的 不管是Line裡面 臉書裡面 IG裡面 然後 IG 限動 Tag 我都OK 好嗎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那我再釐清一下 結婚之前會這樣嗎 結婚之前不會這樣 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 生完小孩之後才這樣 等一下 你剛剛生完小孩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其實 我跟你講喔 我蓋緊的地方 還是很緊喔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跟你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多久 六年還有 六年 五年 五年 好 五年 那你要怎麼會緊呢 哈哈哈哈哈哈